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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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和逗逗以前就认识 你不信可以问他 他在睡觉我怎么问他 坐吧 你怎么认识逗逗的 我 就就那么认识了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 你不可以认识吗 我听护士说 有一个女人为你自杀 你不去问问一下 秀妍 这件事情呢 我要向你解释一下 你跟我解释干什么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 好了 我们聊完天了 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你真逗 我叫你说你还真说 你不认识 我好心来看你的孩子 又没有其他的意思 你怎么每次跟这样的态度对我 你怎么每次跟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现在跟你这样子说话很好玩 我现在跟你这样子说话很好玩 你好认真哦 有那么好笑吗 你最近是不是很好了 连去看奶奶的时间都没有啊 我不想看到那个女人 我不想看到那个女人 你不要管她啊 奶奶很想你啊 你有空去看看 我也是啊 你找谁 安然 怎么这样走路啊你 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刚才有个女的 站在门口看你们 我问她找谁 结果她把我推进来了 她把你推进来了 她把你推进来了 真奇怪 那个姜浩然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肯定又是去跟李美芝谈恋爱咯 秀妍 你别走啊 我真的没让你讨厌吗 你找我做什么 这个玩具你上次不是说过吗 可是我忘记了 如果你想得到爱情的话 他的手和脚应该怎么放来着 问你可不可以教我啊 你不是那么无聊吧 大老远跑来医院 就说问我怎么把爱情拴住啊 你教教我吧 教我怎么才能够得到爱情 你跟方子一的爱情不顺啊 你妈妈反对啊 来吧 我教你 这个手跟脚连在一起 这个手跟脚连在一起 非常的简单啊 这样子 你都忘记了吧 啊 秀妍 我又要把他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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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你每天都要不要 他们都要搞得到 你不少得了 成功多大人 是否则 呢 你不少事 你不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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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敬你 谢谢 我和齐冰 你到底爱谁 如果你能心平气和地 替我解释 其实我跟齐冰不是 对不起 喂 老陆啊 行啊 只要找到合适的肝脏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好 那麻烦你来 好 谢谢 拜拜 你找了慈善协会的人 是啊 我只想为秀妍做一点事 我觉得自己欠他太多了 我看我们当初的赌气 是赌对了 安秀妍 的确很适合你 是吗 不过可惜啊 这么好的女人 却被我错过了 我给你一个建议 慢慢玩 秀妍跟你结婚 是因为她的孩子 失去你 也是因为她的孩子 现在一切都释然了 你有机会呢 我和你不一样 她呢 也不像是江浩然 你们两个可以讨论这件事 可是安秀妍根本就不理我 她看都不看我一眼 根本就 根本就不给我机会 根本就 根本就不给我机会 原来你也有今天啊 你得意什么 哦 也不是 我是觉得 我们都怎么了 好了 我先走了 嘛 这臭小子倒好 现在晚上 居然睡到我这儿来了 现在晚上居然睡到我这儿来了 儿子 奶奶现在很晚了 明天再说行不行啊 睡觉了 奶奶不是跟你说吗 你现在就尽心尽力去找安丫头 少上我这儿来 每次看到你 我就更想安丫头 奶奶 多少 ホ子 还没那么缺乱 你先至少 可怕 你也能在乱 你要去乱 你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你去说 我今天来讲 你在乱 既然 你去乱 你去乱 走 你去乱 你去乱 没话说了吧 没错 你身边是有一些花花绿绿 漂亮的女孩子围着你 她们有良心吗 她们对你是真心吗 就拿你前妻来说吧 整天冰冷冷 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 她能适合你吗 还有你现在那个 那个狐狸精 一看就知道 她想的是你口袋里的钱 等哪天你没钱来 你看她理不理你哟 但是 但是 但是秀妍经常骂我 经常让我生气啊 一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爱生气啊 再说他不喜欢你 他会骂你吗 宋平 听奶奶说一句 奶奶活到这把岁数了 吃的盐 比你吃的米还多 贱的人也更多 奶奶虽然老了 可是并不糊涂啊 好人坏人 只要从奶奶面前一战 奶奶就能分得出来 安丫头是个好孩子 你要是错过了她 会是你的终身遗憾的 傻乎乎的 年轻人谈恋爱 还怕失什么面子啊 努力地追求她 好 向前冲刺 奶奶 你真支持我啊 奶奶举双手 双脚 支持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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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行行行 行行行 我这孙子快把我给累死了 好了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你这还要人交啊 阿人 秦大夫 你好 怎么 今天没有上学吗 今天是星期六啊 我都给忘了 对了 你弟弟还好吗 还行吧 杨大夫说 找到合适的肝脏 就可以给他做手术了 是啊 你弟弟好了 也该出院了 以后在医院 就见不到你们了 如果 要是想你们了 该怎么办 你要是想我们了 就到我们家去看我们呗 能能能 你说的啊 到时可别说不认识我 不会的 放心吧 帅哥 真是个小大人 这是什么 很漂亮 这是从江北 带来的好运娃娃 你喜欢的话 就送给你好了 送给我 嗯 他可以给你带来好运的 好啊 谢谢 那 那我应该 送给你一样的 哎呀 算了算了 帅哥 送给女士的东西可要贵重啊 你还是好好回去 准备准备吧 真是 好啊 安人 宋林 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啊 美芝 阿姨 我刚才送给秦大夫一个礼物 他非要再送我一件 哦 原来你们在做社交活动 我可以加入吗 可是 我已经没有礼物再送给你了 没关系 我们经常见面的 嗯 要不以后你画一张画给我好吗 嗯 阿姨这条项链很好看 送给你好吗 不用了阿姨 我有项链的 嗯 这么漂亮 这里有我爸爸的照片呢 是吗 可以给阿姨看看吗 当然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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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